欢迎收看113年5月18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赖昌邦 中佳欢评港督庆联推出公益电影院 邀请民众用50元铜板架看院线片 再加上企业捐款购计8万元 捐赠给安德烈慈善协会 在首场公益电影院的记者会上 立委和市府新闻局长都到场 肯定中佳欢评港督庆联 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8万元的款项捐赠给我们安德烈慈善协会 中佳欢评港督庆联总经理杨卉雅 在首场公益电影院记者会上签下支票 要捐赠给安德烈慈善协会 帮助更多弱势孩童 其中也邀请民众用50元看院线片 一起加入看电影做公益的行列 中佳欢评港督庆联每年都会运用企业资源 回馈高雄无论是弱势公益 推广益文休闲和重视儿童教育上 都投入许多心力 立委柯志恩和高雄市新闻局长 以及社会局科长都到场给予肯定 那我想这次要非常感谢中佳宽评的 这样子的一个 然后结合非常多的一些公益的活动 让这安德烈食物银行 还有家福这个所受住的小朋友们 都有这个机会能够进到电影院 来看一个他们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 很感谢中佳宽评 愿意为这些比较弱势的小朋友 办这种难得的活动 因为刚刚讲的安德烈也好 家福中心也好 也比较少有机会 可以出来外面 透透气轻松一下 真的要非常感谢青年港督 有线电视公司提供这样的机会 可以给这些小朋友 都来看这些公益电影 那我们也知道青年港督一直在公益活动上 付出非常的多 那也希望这一次 利用这次机会 呼吁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 一起来关怀这些 社福机构以及弱势的家庭 越来越多的企业 就是借由青年港督电视台 这样子的一个抛砖引玉 越来越多的企业 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公益 分享的活动 那让我们的一些经济弱势的家户 爸爸妈妈带着小孩 都可以一起来融合我们社会里面的各种文化活动 然后休闲娱乐的活动 民众用50元就能够看院线片 一起加入中家宽评港督庆联公益电影院的活动 安德烈慈善协会感谢社会大众的爱心 将妥善运用这8万元的善款 提供给热视孩童更多的帮助 其实非常感谢中家宽评港督庆联 就是这连续6年来的爱心益助 那其实这6年来的爱心益助其实也帮助了超过350位的 弱视家庭孩童的食物箱 那因为我们安德烈慈善协会主要是透过客制化的食物箱 来帮助我们这些脆弱家庭的孩童能够免于饥饿健康成长 当然还有很多我们的收拾户愿意捐赠小小的50块钱 你的小小的爱心就让我们这些弱视的孩子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所以今天我也特地来这边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同时也要代表高中市政府特别的感谢青年港督的线电视公司 中家宽评港督庆联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帮助弱势 也不忘邀请民众一起加入看电影做公益的行列 能够欣赏到最新的院线片 也体会助人为快乐之本的争议 中家宽评港督庆联 转东未来爱永续系列活动成功 记者苏焕君 类昌邦 高雄报道 5月20号谐音《我爱你》也是另类的情人节 高雄有许多适合情侣出游的好地方 像是爱河沿岸 凤凰花和阿博勒正盛开 可以散布赏花 一旁还有货柜屋餐厅提供精致的套餐 其他地方更有许多美食贫贱餐厅 可以度过浪漫的520 爱河沿岸盛开着橘红色的凤凰花和鲜黄色的阿博勒 红的黄的绿的再配上蓝天白云和绿水 美丽的景致吸引不少人来爱河散布走走拍拍照 我是从凤山来的 我觉得从网络上看我觉得这边蛮漂亮的 对 520可以带情侣来这边逛逛很有特别的意义 最近520在我们的高雄爱河最重要的是 还有这个非常美丽的凤凰花开 那所以在漂亮的花景之下 非常适合情人情侣人能够漫步在我们的爱河 这样的好天气这样的美丽景色 再搭配5月20号我爱你的日子到来 爱河畔的货归屋餐厅也趁着这个特别的日子 推出情人节特别套餐 在店家的脸书打卡还赠送爱情所一个 那有维也纳炸猪排 炸猪排那个外酥内卵 然后汁多Juicy 当然吃的炸猪排就要配点清淡的一点的料理 所以我们选择了那个鸭胸沙拉 然后搭配整个套餐里面呢 我们会附赠两杯饮料 还有就是送了一个小小的爱情所 那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爱情网上面 签名写下两个爱情的见证 那他们这两家餐厅在5月20当天 都会推出这个情人节的套餐 那非常的优惠 非常适合情侣在那边拍照打卡 因为他们有很漂亮的座椅 然后户外的空间 然后又可以拍到这个爱河美丽的景致 所以超级推荐给大家 市府观光局委托民间经营的餐饮业者 也在5月20当天推出优惠方案 搭配特别设计的布景和户外时尚桌椅 以及歌手助唱的音乐美食配美景 另外有美食评件餐厅可以选择 那当然不只是爱河 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寿山观景台 那边有一个很大大的love 而且可以俯瞰到我们整个高雄港湾的美景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520能够来高雄旅游 阴阳下的港都繁花盛开 正好可以为热恋中的爱情加分 520前后不妨来高雄港都晒恩爱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接下来是这个星期的新闻回顾 让高雄市民敲碗许久的禁牢卡搭乘台铁的服务 即将在5月21号正式上线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同步宣布 只要起7站在高雄市范围内的其中一站 还可以再折抵50点 另外又有市民询问 U-Buy是否可以一起并入使用范围 但社会局表示 自行车对长辈的危险性比较高 目前暂时不考虑 高雄禁牢卡一直广受市民好评 能搭乘捷运、公车、轻轨、轮船 如今陈其迈在议会上自备首版 开心宣布好消息 持有高雄禁牢卡和博爱卡 也可以使用社福点数搭台铁了 先前市民敲碗台铁纳入范围 但由于高雄禁牢卡是年度祭典 不同于其他卡的月度属性 需要另外设计一套系统 才让市民等了比较久 如今终于登场 为了鼓励使用 社会局也加码福利 只要搭乘的企迹站 其中一站是在高雄市范围内的18个车站 还可以折抵50点 想到邻近城市出油探亲也更方便 我们还是鼓励长辈去多多运用 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因为毕竟长辈的一些 分辨力不是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 我们其实不希望长辈是自行开车 或是骑机车 应该是以搭乘比较安全的运输工具为主 那其实台铁其实说 像长辈可能会附近去屏东 或是台南探亲等等 其实搭台铁是还蛮好用的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有市民询问 是否可以纳入同样属于公共载具的U-Bike 让长辈使用之余还能强健体魄 但社会局表示 骑行自行车在长辈的意外事故中 颇为频繁 因此暂时不考虑将U-Bike纳入范围 从我们的道安汇报的一些统计资料 其实长辈在骑自行车的事故率 其实是我们排第三名的 所以其实在这边 我们并没有很鼓励长辈去骑所谓的U-Bike 当然有的人会认为说 它是一个健身的工具 但是我想健身的方法也有很多 包括我们其实 刚刚是现在有很多的国民运动中心 其实都有长辈的公益使用时段是免费的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去考量 比较一些安全的一些健身的方式 那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建议 是搭乘比较安全的运输工具 如今5月21号开始也加入台铁福利 除了鼓励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也希望长辈多多走出门 每一天都有精彩生活 这也王仲凯李凡飞 高雄市长陈其迈秀法文 为了替6月即将登场的 法国生活节进行宣传 陈其迈和法国在台协会主任合体拍片 主任也以道地的国台语双声道 让人惊艳 两个人共同宣传法国生活节 将带来多元的市集演出 以及运动体验 陈其迈受访时也强调 希望能够借由铸台合伴活动 深化台发的情谊 你没听错 高雄市长陈其迈大秀法文 相当用心地为即将登场的 法国生活节在高雄拍摄宣传影片 市长和法国在台协会主任农业两人 一起选在活动地点博尔移住特区 和大港朝前进行拍摄 虽然这是第一次共同面对镜头 但两人展现绝佳的好默契 各自用对方的语言 邀请大家一起到高雄参加这次的活动 这个法国生活节其实在高雄举行 其实对我们促进台法之间的双边的友谊 其实非常的有帮助 一方面可以介绍更多的法国不同的文化的体验 给市民朋友 那二方面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的朋友喜欢高雄 尤其在很多的外国的网红 然后所谓的网红 在高雄其实他们也都纷纷介绍高雄 首次在高雄登场的法国生活节 地点选在博尔艺术园区 就是因为高雄的热情气候和海风 和南发普罗旺斯地区十分相似 活动中除了有邀集近60家品牌的法式市集外 同时也结合美食 首作 文创和精彩的法式表演 要让大家一起来感受法式风情 纽约时报当时也有提及说 高雄是一个适合旅游的一个城市 然后想再加上天团的这个助威 其实很多外国人都知道高雄在哪里 也都知道高雄的市民非常的好客 所以我想我们以后也会多跟 这些助台的单位合作 来介绍不同的外国的文化进行交流 首次在高雄举办的法国生活节 6月7号到6月9号在博尔艺术特区盛大登场 同时随着巴黎奥运即将到来 大一公园将设置奥运吉祥物佛里吉 让大家尽情拍照打卡留念 另外围棋三天的活动当中 也在每天下午安排法式滚球 和儿童足球体验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一起来感受很法国的夏天 6月7号到9号 我们高雄家 我们赛东阿比亚多 记者张志明高雄报导 2024城市工程品质精植奖开始报名了 主办的三大工会理事长 联媒拜会高雄市政府 师傅副秘书长王启川表示 希望工程界在城市静零转型 以及智慧双轴转型的政策目标下 持续提升建筑物的品质 提供市民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 2024城市工程品质精植奖 建立由高雄市结构技师工会主办 师傅秘书长王启川表示 以第三方工程单位的角度 评选出的优秀作品 必定符合安全标准 期待今年能够扩大证件 透过第三方工程的查核检验评选 希望鼓励所有的工程来参加 透过这样的评选 可以获得到高品质的肯定 我想这是在工程界里面的正向循环 也是让我们的工程品质 越来越好的一个奖项 高雄市政府目前已推动 城市净铃智慧双轴转行为政策目标 在净铃城市发展自治条例的法治基础下 赋予建筑和工程界的使命 就是将永续的概念 落实在建筑和工程设计中 师傅的公共工程也以身作则 多次获得这个奖项的肯定 所以在这一次的工程品质金子奖的推动的过程里面 特别把净铃排碳的这个奖项 相关的查核品质 列入到这个评选的标准 也鼓励未来的工程 能够把净铃减碳的这样的做法 纳入到工程里面 不管从减费 或者是循环再利用 或者是减碳都可以在工程的设计 施作 还有查核的过程中里面 可以来务实来完成 而建筑物的耐震安全 在403花莲大地震之后 被受加加关注 因此结构安全仍是重要的奖项之一 另外新增了ESG永续发展 净铃碳排和人本工程等奖项 与市府的政策接轨 没有好的结构 就没有安全的环境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 针对这个结构安全性能 来进行一个品质的查验 从设计端进行 那个结构前耐震设计的部分 那施工端 它是不是有做耐震的品管 甚至有做耐震标章的部分 那这部分都是我们希望能替 所有的使用者 所有居民来做一个把关的动作 2024城市工程品质精植奖 近年迈入第十届 堪称南台湾工程界年度最大盛事 期待借由奖项的肯定 鼓励更多的工程案件以此为目标 记者赖长帮高雄报道 为了庆祝TPass通行月票开卖满一周年 以及推广近零碳牌的目标 高雄市交通局推出免费优惠活动 只要是减碳量排名前399名的用户 就可以获得TPass月票一个月免费优惠券 另外交通局还祭出了抽奖好康 在活动期间购买TPass月票 就有机会抽中高雄大阪来回机票 鼓励民众多加使用 TPass通行月票开卖资金已满一周年 是许多通行族不可或缺的工具 而为了庆祝TPass月票周年庆活动 以及推广近零碳牌的目标 高雄市交通局推出多项好康优惠 只要是4月26号前购买399月票 减碳量排名前399名的用户 都可以获得一个月通勤月票免费的优惠 另外经过减碳量前399名的用户 推荐的新用户 也有机会获得100元折价券 鼓励民众多加推广 我们有在我们的APP上面 有记录大家的碳足迹 所以在这一年来 如果它的减碳在排名前399名的 那我们就会赠送它一个月的免费的一个TPass 那当然我们的活动内容不只限于此 我们活动一直到这个今年的6月30号 那到6月30号之前 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我们的用户呢 来推荐新的会员来使用我们的TPass月票 那新的用户推荐的前200名呢 我们会给它赠送新用户100元的折价券 让它可以用299元就可以买到我们399的 我们的TPass月票 另外交通局也祭出抽奖优惠活动 只要在活动期间购买TPass月票 就有机会抽中高雄大阪来回机票 此外交通局还准备了一年份TPass月票 以及抽商礼券的多项豪礼 无论是旧会员还是新会员 都有机会能够抽到大奖 那我们那个针对到6月30号的抽奖活动 那我们是针对所有我们TPass的用户 包含有既有的使用者 那还有新会员都可以来参加抽奖 那我们的奖项包含有机票 也包含有一年份999区域 南高坪区域月票免费这样的奖项 还有很多其他奖项 那也欢迎大家多多使用 TPass通勤月票开卖资金 造福了许多上班上课往返的通勤族 如今TPass周年庆活动 让许多民众可以一同攻向盛举能好康 也透过减碳活动 鼓励民众能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达到近年减碳爱地球的目标 记者王仲海高雄报道 一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毕业展 在博尔隆重开展 今年的毕展主题是迁徙S代 因为这一届的毕业生 都是2000年到2003年出生的学生 而这一次14组的作品中 由一组超热血的学生 以登山为主轴 挑战亲自登上北大武山拍摄纪录片 光是在展场听他们介绍 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热忱和喜爱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斧头 就是我们台湾1993年首度登顶 珠木兰玛峰最高峰的 闭字有共应的组员们 精神充沛地介绍着他们的毕业之作 这是一首大学109集毕业生的展览 可以看得出 他们对这次的作品充满了喜爱与热忱 题目以登山为主轴 还亲自挑战爬上北大武拍摄纪录片 平安顺利 让大家拍摄可以流传后事 让人家知道我们圣山 还有我们登山人的故事 这个纪录片直接探讨 台湾第一座登山博物馆的馆长 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他坚持理念是什么 所以我们做这个纪录片 就是为了让台湾人重视登山文化 登山传承 让登山文化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这次的毕业生都是2000年到2003年出生的学生 所以这次必展主题就定为迁徙S时代 希望借由十四组完全没有重复的主题 把大传系四年的成长轨迹呈献给大家 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以迁徙时代为主 因为我们这一班的学生刚好都身处在 就是迁徙年 就是2000年 2001年 2002年左右 那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主题 去贯穿我们的成长经历 这面墙上 就是我们也是用一个当时候就是迁徙年的这个 这个剧院的一个形式来做呈现 那达到让整个就是展场呢 可以就是描绘出我们就是想要呈现给观众看的 我们成长岁月的一个样子 在这个网路资讯盛行的时代 大众传播学系的教学就显得相当重要 希望借由媒体试读 让学生们自行寻找题材 查验资料 把四年所学融入到自己的壁字当中 也可以理解到传播正确讯息的重要性 现在是一个媒体非常泛滥的时代 无论是我们从新闻上 从报纸上会有非常多的假消息 那我们自己的方法就是 我们会去参考更多的书籍跟文献 就来佐证我们的出来的资讯是正确的 然后也是更避免让我们自己 传播出去假消息的这个状况 教育的过程当中 特别强调著作犬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是这个专科 就是说这个新闻传播专科的科系 那我们特别去强调注重 如果同学在使用各个素材 各个媒材 那你在利用这些素材 你要去思考它来自于哪里 然后它的正确性 或者是说是不是有被授权使用 也要特别了解 有哪些虚假讯息 我们不要任意的去碰触 也避免说 我看到什么虚假讯息 我就去做把它做传送 那这些做法呢 要特别注意 那透过这样的展览 那希望也传递到这样一个正确的讯息 一个一个掌柜 代表每个学生四年下来的积累 透过镜头 透过画面 透过文字 展现每个组别 既让碰撞出来后的成果 记者参军高雄报导 从4月3号花莲大地震以来 全台余震频频发生 让许多民众人心惶惶 而这样的担忧 也悄悄影响到房地产 无论是买房或卖方的一方 都比过去更有抗震的观念 从买房的作业流程上 就能够看出端倪 台湾从4月经历了多次天摇地动后 不仅让人心浮动 也连带影响到房地产 许多民众在购物时 在过去除了考量价格与生活机能外 思考的面向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 看到就是因为4月的时候花莲地震 然后就有看到说 那好像是要在921之后的 就是2006年盖好的房子 比较符合那一个建筑的法规 所以就是会变成建筑工法 这个屋龄18年以内的部分 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 可能2000年以后盖的房子 因为2000年以后 然后我们的这个建案的规定有些改变 就2000年以后 2000年以前是做一个分界线 然后还有一个是建商 然后还有一个是地段 除了买房的需求改变之外 卖房的这一端也在标准作用流程上 产生了新变化 房众会主动以房屋检合表的方式 仔细检查 以资讯揭露的方式 让买卖双方都能安心 使抗震的概念更加深入 针对这一次的地震 那我们4月3号的地震 我们其实在隔天4月4号的时候 总公司就宣布了我们 希望透过全台湾业务同仁们 一起来帮所有的物件去做查检 做这件事情的用意是 我们可以让我们委托中的屋主 还有流程中的买卖双方 可以在房地产买卖上更安心 在这次强证中 即便高雄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但是在房地产的作业流程 房众的检查事项 以及民众的看物细节中 都能看出对于抗震需求的提升 也比起过去更注重房屋结构的安全性 我觉得透过我们这一次的举动 互从所有的害怕 都是来自于不了解 那我们做了这一个举动 也可以让买卖双方他知道说 什么样的状况 房子发生什么样的结构上的问题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地震来的才会有像花莲这一次 这么严重的房子倒塌的状况 那平常我们家里产生的一些裂缝 它是正常的吗 还是说它是需要 在进一步型结构技师来看的 那我们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查检 让民众更加的了解 自己家里面的状况 身在地震之道的台湾人 看房应该注重的面向也有所不同 无论是身为屋主或身为买家 都开始在乎耐震与结构 期待能有住得更安心的建筑 记得朱敬伟 周福庆高雄报道 高雄市中华路和复兴路口 齐聚三间大型卖场 最近民间大型建案也陆续的完成 出入的车流量相当庞大 小小的路口几乎每天都塞爆 当地民众担心 未来附近的特茂山南基地建案完成之后 出入口又同样设在复兴路的情况下 恐怕塞车的状况会雪上加霜 塞塞塞小小的路口挤满了车子 新人还得冒险穿越 这里是高雄市中华路和复兴路口 由于齐聚了三间大型卖场 加上民间大建案完成 出入的车流量庞大 小小的路口几乎每天塞爆 这里好市多 这边卖场多 而且停车 每个卖场都有停车场 所以大家来这边的时候 夏日车流特别多 一些大的大型的货车跟游览车 很容易在这边 不是擦撞到摩托车 就是造成阻塞 不只如此 当地的民众担心将来附近的特茂山 南基地建案完成 出入口都在复兴路的情况下 恐怕塞车的问题将雪上加霜 南基地一定要设计好 这个车道进出 同一个方向 想过紧迫 还要出来 射到这个红柄青柄 要左转 这车车非常危险 所以这交通的车型 很软 所以我有建议 这日未出入有限公路 上红柄都处理 他怕上红柄有进口都没有进口 出口就没关系 顺着方向 他的车都可以出离 我有把高台设计 看他们怎么 他年车我开三次 他都没有把车车怎么改 所以我就不能够处理 大型建设进驻原本会带动社区的发展 但如果配套措施没有做好 反而会消耗社区的能量造成负担 地方希望政府单位能够顾虑民众需求 做好更谨慎的规划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高雄荣总附近已经很难停车了 结果荣总对面的一处室有地的停车场 又被高雄市政府以BOT方式招标出去 要盖购物商场 虽然商场会规划地下两层的停车场 但是要四年之后才会启用 而这段期间将会加重 看病民众的停车困扰 里长希望市府和荣总能够协助解决 高雄荣总旁的道路停满了汽机车 根本没有停车位 改停荣总里面的停车场 结果也是满了出来 不但要排队停车 连缴停车费也得排队 民众是抱怨连连 我们汽车停这边 然后到医疗大楼或门诊大楼那边都很远 有了这排庭的啊 就车眼中 这地方真的是非常难停车 而且这边的密度又很高 原本在荣总对面有一树停车场 是市府的市场用地 最近市府以BOT的方式招商 要盖购物商场 虽然之后商场会新陷地下两层的停车场 但还要四年才会启用 原本可以停车的地方被围了起来 不能停车 里长也很苦恼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目前的停车问题 那现在它在规划当中 整个已经全部围起了 我们介绍非常多的那种 里民的建议 那未来的停车也不晓得如何 他有答应说 市内会新建足够的停车场 供里民使用 只是这段时间 因为过渡时间 请你们要多包涵 喂 停不停车 那有它乘了 以前的有得很方便 因应人口密集及消费停车需求 规划地下两层停车场 包含67格汽车 317格机车 期待开发案带动北高雄 荣总一带商业服务与生活机能 由于到荣总看病的民众很多 荣总也不断扩建医疗大楼 院区的停车空间也实在有限 里长希望市府能够协调荣总 赶快将平面的停车场 改为立体停车场 不要让院区的停车需求 外移到社区 那一直我们是不是建立 我们的荣总医院 是不是它一直在扩充 它那种医疗的量人的同时 是不是在院区里面 能够新建立体的停车场 它不只是供给里面去做使用 那光里面医疗量人 就医的民众 他已经都不服使用 要把这些压缩的停车空间 已经到我们里内来占用 我是强烈的建立 是不是荣总医院能够建立那种 立体的停车场 至少它能够符合他们就医民众的使用 你人已经不舒服了 结果你还要走那么远 因为开车更难停车 市府收回了原本可以停车的土地 却没有再提供其他停车的空间 难怪民众大叹 生病已经够痛苦了 还得忍受找不到停车位 和绕远路之苦 记者王仲凯 赖昌邦 高雄报道 高雄市前津区是高雄的市中心 但是位在区内的临头里 四周环境和印象中的灯火通明的市中心 却是两样情 因为临头里属于老旧社区 难以装设路灯等照明设备 一到晚上就会按到看不见五指 居民也不敢出门走动 生怕会跌倒摔伤 就是靠在长度这样而已 那就是整个都是暗的 还有那边 那边也是完全没有出入 跟着里长走进临头里内的神网像 虽然这边位在于前津区市中心 但是与喧嚣的城市却呈两样情 这里还留有许多日日时期的木造房屋 相当说中复杂 照明设备也是相当不足 入夜不到六点 这里的月色就已经生不见五指 七点就暗门设备是不是 对对对 六点 现在 那些车转了 没有他们都六点就都暗门了 临头里算是说前津区 最古老 算最旧的部落 所以我们一些照明设备都是好几十年 一二三十年前留下来的 都已经不堪使用 或是有破损 普及率也不高 像你看这个箱子 到了晚上 就是黑暗世界 可以看到即使是大白天 这里还是有许多的暗像 一到夜晚 这里的居民就只能靠着 西苏吉祥路灯勉强照明 为了增加安全性 住户只好自己牵线装小电灯 但依旧是杯水车薪 居民只要一到晚上 就不敢出门随意走动 生怕跌倒摔伤 这条的时候都没落中 所以到晚上的时候 这条的时候 走到整条都喉嚷 现在我们都老人 你看这都走下来 尤其这桑子 都没有让人 没有让人走 闪闪去出门 主要还是在于 居住在这里 一百多户 还是以长辈为居多 那这么暗的情况 其實對他們出來這個行走 居住的安全 其實還是有很大的疑慮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 市府能夠在這個照明計畫上面 能夠加以專案的來補助 讓這邊能夠晚上至少是亮的 假如說一發生火災的話 消防兄弟進來 可能只會看到火光在哪邊 然後火光 他把火撲滅了 他自己也走不出去 因為真的是太暗了 而且發生火警時 霍暗的環境也會導致就業難度的增加 只是這邊要裝設路燈好像有些困難 老舊社區就狹窄上到 加上在地的產權過於複雜 大大增加了裝設照明設備的難度 可能市府還需要多加嚴厲辦法 才有辦法改善現狀 所以真的是需要市府 真的大家一起來集思廣益 然後用一些就是比較務實的方式 來至少第一階段 先來照顧到我們這邊居民的 夜間的行走的安全 那中期 長期 其實這裡 還是會需要一些政策工具 例如說像社區營造可以來做 那長期其實它還是需要做都市更新 臨頭裡內也有許多的歷史痕跡 走進這裡就好像來到另一個空間 當務之急是解決居民的居住安全問題 但是長遠下來 或許還是需要重新為社區再造 或是都市更新 才有辦法解決根本問題 記者專軍 高雄報導 高雄市民政局推動廟宇信仰 也要加入靜靈碳牌的行列 像是在宮廟的屋頂上加裝太陽能板 但是有些宮廟會擔心破壞了風水 影響設計美感 民政局表示會舉辦說明會加以宣導 希望能夠建立好觀念 循序漸進的推動靜靈轉型 跟隨世界環保趨勢 中央推動靜靈碳牌也已經有段時間 但台灣民間信仰興盛 燒金 廟會等習俗不可避免 雖然廟方已經配合 剪金 剪香 剪香爐等措施 活動也改用環保袋 但例如太陽能看板裝設 這樣的大型設施仍有實行上的困難 架設方面 如果沒有經過設計的話 也可以配合整個廟的質感 第二 風水的問題 本身我們現在做到的就是減少鄉 我們本來原先是九支鄉 我們就是兩支鄉 就是天公樓跟豬樓 剩下的話就是雙手去拜拜 金座的部分 不燒也沒關係 因為廟就是一個傳統的文化 你如果加上這些外來的東西 我們不會去拒絕 但是我們現在配合政府 給我們一個輔導方向 給我們指點一個名錄 廟方提出台灣各家廟宇規模 有大有小 雖然願意配合 但因為還沒有可遵循的規範 除了在法規上不是很懂之外 畢竟廟宇有風水和習俗程序的考量 操作起來耗時也費力 希望政府給予適度的補助與輔導 廟宇要用那個太陽能的問題 有些法規要申請 像我們這種方面 我們可能很欠欠 做了以後是不是符合這個法規 不一定 不知道 所以說是不是請民生局能夠大力來 推廣這些東西給我們廟宇 大家來共同來配合 那至於錢的方面 當然政府如果可以補助 當然是最好 對此民政局與地方公家單位 也希望齊心協力進行民間溝通 也將會在今年度 針對廟宇規管理單位舉行說明會 第一步先從觀念書例開始做起 那其實對社區的幫忙也很大 因為他做那個太陽能的設施 下面剛好可以停車 一個算是雙贏的一個角度 其實這個是相當好的 這個部分我們會配合民政局的一個 一個政策然後來盤點看 齊金區的廟宇 你是不是可以往這個方面來進行 這是一個持續的一個滾動式的一個 推動的一個目標 一封一署的部分 當然是要時間的去 不過我們民政局這邊會去 積極的去持續的去推動這個部分 像相關的法規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 當然有我們會 針對所謂的宗教寺廟團體 跟他們開一個說明會年度內 如何去進行所謂的低探機式的部分 民政局表示 目前高雄一成堂是 宮廟淨零轉型的範例 除了太陽能板裝設 也有電子支付功能 將來也將循序漸進 做好各宮廟的完善規劃 期待全面轉型 您有挑戰過特殊香料的異國料理嗎 在高雄市一位來自巴基斯坦的老闆 意外和台灣結緣 並且一待就是20年 許多台灣人也開始對這樣的 藝國特殊香料上映成為常客 烤餅 咖哩 充滿濃濃異國風味的小店 不在國外 就在高雄的林雅區 這位來自巴基斯坦的老闆 過去完全不知道台灣在哪裡 但卻因為奇妙的緣分來到台灣旅遊 並且愛上台灣 選擇在這裡生活 而老闆究竟是為何來到這 又為什麼想經營餐廳呢 以前是我不知道有台灣一個地方 然後在國外認識我老婆 才知道台灣有一個地方台灣 就是先來看一看 後來就喜歡這裡 後來就來台灣了 以前我沒有想要做這個料理之類的 剛來的時候我在這邊教英文 然後後來因為這邊台灣 我本身本人是穆斯林嘛 我們這邊吃飯麵都很不方便 因為很多東西 比如說炒麵 炒菜 炒飯什麼之類的 都會放豬油 不管是你吃什麼都會吃到 所以很怕這個 因為我們是不吃豬肉 豬油之類的東西 所以後來就想說 我就做一個小生意嘛 剛開始就做一個全餅 先做給朋友吃 他們覺得好好吃 他說可以做 這個可以買 我試試看還是 還滿多人喜歡 許多台灣人可能對巴基斯坦相對陌生 巴基斯坦料理究竟有什麼特色呢 而在這間店裡 不僅有巴基斯坦料理 還可以看見印度與墨西哥特色 又是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是我跟朋友學 因為我本身以前不會煮東西 所以以前我跟另外一個朋友 學這個墨西哥烤餅什麼做 所以就開始做這個 後來我開這個店以後 我就想說多學 然後我們印度巴基斯坦的料理 就是差不多 就吃的一樣 所以我就說買印度巴基斯坦的 咖哩飯之類的 還有餅皮這樣就吃的 料理的特色就是主要香料 很多種香料那個是對身體好 然後還有薑黃粉 很多東西煮的時候 我們就會加薑黃粉 那個也是對人的身體很好 這樣特色的印度巴基斯坦料理 還融合墨西哥特色充滿特殊香氣 台灣的客人們還吃的習慣嗎 它的那個咖哩就是有豆泥還有奶油 然後再加上我都是點飯 然後就是蠻好吃的 因為他們那個咖哩的味道蠻豐富的 就是跟日式咖哩不太一樣 日式咖哩就是比較偏鹹 然後比較單調 可是如果說印度咖哩的話 它就會複合式很多的味道 這間印度巴基斯坦料理 不僅滿足了異香油脂的味 也讓台灣人對充滿香料的料理 一吃就上癮 如果你是穆斯林 更可以安心來到這裡用餐 餐廳也都有清蒸食品標誌 而有吃素或蔬食需求的顧客 也可以安心享用 千萬別錯過了許多蔬食者 大力推薦的香料特味飯 保證一世成主顧哦 記者朱經緯 周福信 高雄報導 印象中的日本料理 像是生魚片或是和牛之類的 大多是以葷食為主的菜色 但是你去過完全沒有肉的日本料理店嗎 這間位在高雄市三明區的餐廳 過去曾經以葷食為主 但是在一次的機緣過後 打造出屬於自己的一條 蔬食日式料理之路 豪華的生魚片握壽司拼盤 看起來多汁可口的雞肉串 感覺就像走進一般的日式居酒屋 但仔細一看 原來這些食材不是魚也不是肉 全是由蔬菜水果或蒟蒻等 健康食材製作 沒有任何動物因為這樣的美味 受到傷害 原來這間店原本販售葷食 後來才搖身一變改為全蔬食的菜單 我們以前的話就是家庭式的日式料理 然後就是會有一些生魚片 或者一些以海鮮或者說燒烤肉類 就是一般的葷食日式料理為主 這樣子 從105年開始我們就是改做那個 日式的蔬食這樣子 一般的日本料理店幾乎是天天客滿 特地來享用生魚片的客人 絕對不會少 但是什麼原因讓經營者決定改變 成為全蔬食餐廳呢 其實當初可能就是一句玩笑話 因為最初的時候我們 就是說有一些熟客 他可能都會請我們安排幫他們配菜 配一些就是說我們比較招牌的料理 然後可能在客人的就是朋友當中 可能有一些吃素的客人 那我想說他來我們這邊 我們當然也是要就是用我們的方式 然後只是把一些葷食啊 可能魚肉那些拿掉 然後就是做成蔬食的料理給他們用 然後結果就他們那些朋友啊 回去之後反應就還滿熱烈的 因為他說他沒有吃過這樣的蔬食 對然後甚至他就是說還特別要 就是說請那些葷食的朋友說 我們下次聚餐一定要來我們這邊用 許多不喜歡吃素食的人 經常是因為素食店 常使用塑料或素肉 為了要避開那樣的味道而遠離素食店 然後這間店堅持使用天然食材 客人們實際上享用後覺得如何呢 我之前來過好多次了這樣 然後我覺得他做的素食料理 沒有什麼素料味這樣子 對然後因為我們 因為我是吃素的人這樣 然後所以我覺得 他的在食材上盡量都是用就是 蔬食啊然後我就覺得很天然這樣子 然後沒有什麼加工食品這樣 然後他的調味上也非常的好這樣 大家都是覺得這間店可以推給 沒有吃素的人吃這樣 對應該是首推這樣 因為我其實是吃昏的 對然後就是陪嘉玲起來吃素食 然後第一次吃到就是他的 蔬食的握收收收非常驚豔 因為很難想像就是 可以把蒟蒻跟番茄做得這麼好吃這樣 就是其實他的蔬食是真的很好吃 然後不是像傳統大家以為的素食 然後不像是你去一些 比較傳統的素食店 進去會有很重的素料味 就是他的食品 就是他的餐點就是吃起來就是 就是像食物原味的味道 然後就蠻有層次的 就像葷食吃起來 他是有層次的這樣很豐富這樣 不會是單一一個素料的味道這樣 蔬食浪潮席捲台灣社會 逐漸成為飲食新潮流 愛吃美食的你 趕緊也跟上時代的腳步 體驗看看素食美食吧 記者朱敬偉 周福信高雄報導 想要掌握最在地的即時訊息 除了忍實收看港都新聞之外 也可以搜尋高雄都會台 YouTube頻道 會逼粉絲團 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聞 我是雷昌邦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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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